快点看,这是发生在2006年兵马俑复活事件中的真实画面,眼前一幕惊呆了所有在场的游客,起初还以为是兵马俑诈尸,后面经过打听,发现是古老的坑道中,一名兵马俑的眼珠子还能四处打转,这让在场的游客顿时吓出一身冷汗。 要知道,这可是地下上千年的秦皇大兵,而后就是出现在画面中,警察抬起全身是你的兵马俑复活者,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保持你的好奇心,点个关注点个赞,我们接着往下看,大家都知道,兵马俑是秦始皇嬴政修建的庞大离山秦陵的一部分,在地地下面埋藏了2000年之后, 在一次西安农民的挖掘水渠的过程里面意外的被发现,在被发现以后,因为其庞大的规模,刚刚被发现之后,相当吸引人的色彩,以及各种身体心态的兵马俑,瞬间轰动了全世界, 并且,兵马俑还是世界奇迹之一,从相关的观赏程度,以及历史方面带来的文化价值来看,兵马俑每年都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,前往离山脚下来意读兵马俑的风采。 当然,在兵马俑的展示过程中,也发生过一些并不太和谐的事情,就比如,在外国展览时期,兵马俑因为操作不到,发生过摔碎, 那么,在2006年,一位德国小伙子,穿着自己制作的衣服,骗过保安来到兵马俑所在的坑道,进行了一场别样的cosplay,那么,这是什么情况? 原来,在2006年,当时的德国小伙子,中文名字叫马林,是来自德国的中国留学生,因为在一次偶然的参观中, 马林被离山脚下的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军阵给深深的震震撼住了。 于是,在参观结束之后,兵马俑的气势宏伟,一直留在这位名叫马林的德国人的脑海里面, 联想到自己学的专业里面,有一部分的行为艺术课程,于是,马林开始自己模仿制作相关兵马俑的历程。 在多方查阅资料之后,兵马俑身上的细节,包括盔甲,颜色等都被马林完美地复制下来。 而最让后来的旁观者感到嘖嘖称奇的是,对于兵马俑头上的发迹,马林也能模仿得唯妙唯肖。 马林先用泥巴打造的帽子作为基础的框架,然后用泥土捏制相关的形状,最后把两者结合起来。 甚至于细节之处,比如盔甲上面的泡钉,以及兵马用脚底下的踏板,如果不是近距离仔仔细细地观察对比, 一般人在第一眼观看的过程之中,丝毫不能看出两者有什么不一样情况的存在。 甚至在模仿的过程中,这位马林还把自己的脸涂满一把,完美地复制。 但是,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在兵马俑的坑道上下,每天参观的游客都人来人往。 哪怕在参观停止的时候,兵马俑内外也有大量的安保人员进行安保工作。 那么,马林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,进入兵马俑坑道的呢? 根据事后马林的交代,自己在把相关的服装制作完成后,就用包装袋包装好,然后带到兵马俑博物馆附近,穿上兵马俑服装的马林,并不是第一时间跳入兵马俑坑道,而是在多次观察之后, 马林发现在兵马俑坑道里面,有一个空位,在一瞬间,马林觉得,自己是不是和这个空位有特别的缘分? 这个时候,有部分游客和保安观察到马林这一号人,但是他们也只是把马林作为行为艺术爱好者,并没有过多干预。 在参观的人群逐渐散去之后,马林眼看保安也放下了警惕, 于是就下到了兵马俑坑道,来到了事先看好的那个空位置上面。 一时间,参观的人没注意到这具兵马俑是马林扮演的,随着游客再次聚集起来参观, 其中有个老大爷在拍照的过程中,发现有个兵马俑在动,怀疑自己看错的老大爷, 立马问旁边的女儿,是不是有兵马俑在动? 面对如此荒谬的问题,老大爷的女儿一时间哈哈大笑, 但是在仔细观察后,这位女士的确发现有个兵马俑在动, 于是,这位女士被吓到之后,立马发出尖叫。 在尖叫后,周围的人群立马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, 在这位女士的指点中,相关的安保人员来到了马林旁边, 不得不说,马林的兵马俑制作的的确到位, 一开始一位保安还没认出来, 在众人的指点之后,马林终于被发现, 并且被合力抬出了兵马俑的用坑, 在遇到这种情况之后,博物馆方面也立马报警, 在警察赶到之后,一时之间也有点吃惊, 于是警察也劝说马林赶紧出来, 但是马林却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面, 对于警察无视,在这种情况下, 众人只能把马林给抬出来, 在之后就被送到了派出所, 在派出所,有相关的记者采访马林, 为什么有这种行为? 马林对记者表示, 自己在第一眼看见兵马俑之后, 就被深深的迷上了, 回到家之后, 魂牵梦绕之下制作了一系列的衣服, 最后跳入了坑道, 虽然马林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, 但是马林也并没有遭到处罚, 究其根本原因, 是首先马林是个德国人, 并且其实从内心实打实喜欢兵马俑才做出的举动, 也并没有对兵马俑造成什么特别的损坏, 最后, 派出所对马林做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教育, 然后就把马林给放了出去, 当然, 从马林的相关扮演兵马俑的行为来看,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别的东西, 首先, 兵马俑的恢弘气势, 代表了中国传统优秀的古代文化, 也正是这种优秀的文化, 才吸引了包括马林在内的全世界广大的受众群体, 当然作为普通人而言, 也希望能在日常的各种行为方面, 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所表现和散发出来的文化自信, 完美的传承延续推广下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